大家好,我是Amus 我們又到了鐵人賽的時間啦 那今天的鐵人賽我們要介紹的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非常老派的東西 我們叫做Float 在目前的排版來講的話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Float 可能是舊時期的東西啦 但事實上你在真實的專案當中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舊有的系統的維護 那舊的系統他可能不會用新的技術去做排版 所以這時候我們會用到舊的技術 再來就是說Float其實我們算是早期流行了很多年的排版的方式 那比較新的可能會用到所謂的Flex 或者是Grid 這兩個東西 但是事實上我們目前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你總是有可能會遇到舊的系統 所以這時候我們Float還是得要學習 那Float來講他主要會用在兩個地方 一個可能用在文繞圖 一個可能用在所謂的多藍版面的編排 那他是一個非常老資格的技術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直接進入到我們的主題吧 OK 我們來進入來看一下 在我們目前畫面當中呢 我們先來建構一個版面啦 建構一個版面 應該說建構一個新的檔案 直接應該到第10個檔案了 哇 默默的就進入到第10個檔案了 我打成20了 Sorry 改一下 改成10 那第10個檔案我先把它建構出來好了 來存起來 那畫面重新整理一下 第10個 那MS在做檔案的命名的時候 我個人是習慣用01,02,03,04 為什麼 這樣其實我們在檔名的編排的時候 比較好排列 就是01,02 它能從0開始 當我變成是二位數的時候 那10就會在09的後面 那假如說你現在是用123456的話 那到時候你的檔名的編排會變成是 1 好 10會排在1的後面 那這個其實 排列我個人就不喜歡啦 所以 我個人都喜歡用雙數 01,02,03,04來做 那我們現在目前直接先在我們的畫面當中 我可以先建構幾個 區域 那先建構一個段落好了 先建構一個段落好了 段落 然後呢 接著我裡面再建構一些假文 假文 假文其實我們之前都學過了嘛 所以大概可以知道一下 好 所以我現在基本上會有一個版面 像這個樣子 那 這邊呢 我們需要一張圖片 那圖片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我們使用所謂的假文 sorry 假圖 不是假文 假圖 有假文有假圖 那假圖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搜尋 好 直接去搜尋fake 好 ing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在網路上面找到 蠻多的一些假文的產生器 那 嗯 這個 fakeing.pi 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假圖的產生器 那這個假圖來講的話 你可以直接使用 呃 它這邊有好幾種寫法 好幾種寫法 嗯 我個人喜歡用這個 這一個 把它複製起來 好 那待會兒來介紹它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那我直接先在 看你是要在段落裡面貼上這個假圖 還是在外面貼上 其實都可以 好 那我現在有一張圖片啦 存檔 欸 看到有一張圖片出來了 那 這個其實是一個網路上面的服務 就是假圖這個東西 其實網路上面的一個服務 它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有了這樣一個假圖之後啊 那麼 那 你需要圖片你就不用再去網路上面去找 好 那它馬上可以提供給你一張圖片 那你需要一些特定的尺寸的話 你可以直接從 像這350 我想要改成是 呃 250 然後 然後高度來講 我會把它改成150好了 好 那至於 我可能因為是假的圖片嘛 所以我今天可能需要一個背景圖片 呃 這個圖片的 色彩可能是比較 不要那麼搶眼的紅色喔 這超刺眼的 所以找一個 AA AA 好 那文字色彩就一樣是黑色 那這樣它自動 換成你要的 那 呃 色彩來講 我抓個111111好了 這樣抓起來 好 那我們這樣就有一張圖片了 可以看一下右鍵這邊直接是另存圖檔 好 所以它確定是一張圖片 確定是一張圖片 好 那有了這樣的一個假圖之後啊 好 有了這樣的一個假圖之後 那各位這個網站可以把它存起來啦 就是未來你要用的時候其實都非常方便 那此外這個假圖我也可以直接為了方便起見 我就直接先另外一顆新檔先放著 那後面要用的話 我就不用再開這個網站啦 好 這個方便很多啦 好 好了之後我們來了解一下就是float float到底是做什麼用 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軸 那float來講的話呢 翻成中文叫做浮動 浮起來浮動 那浮動這個東西呢 你從字面上來解釋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好像聽得不是很懂 但是假如說我們從一個立體的模型來看待的話 可能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我們來找一下手邊有什麼道具可以來解說 好 如果說要解說的話 我目前手邊剛好有一支手機啦 手機 好 這個手機呢 是我們的 髒髒 我們來看一下 我基本上一般我在上課或是講解的時候 我很喜歡拿手邊的資源來用 所以 這支手機它其實就是我們的段落 我們的段落 然後在段落裡面呢 其實就會有我們的文字 我們的文字的話 就拿小小的AMS來用好了 小AMS OK 小 小AMS OK好 我們拿小AMS來用好了 突然露線了 背景沒有去掉 這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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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落 然後這是我裡面的文字 OK 這是我裡面的文字 接下來 我們上面有一張圖片對吧 圖片 恩 手邊好像道具不夠用耶 我們來看一下 我再找個道具好了 好這邊有一個 Keyboard 按鍵 Enter Enter鍵 好這時候我們在畫面當中的排列 其實是長這樣的 這是P段落 這個是P裡面的文字 OK 一層一層的喔 這個則是我在上面的圖片 所以從側面上來看的話 從側面上來看 我們大概 應該我要切回到我的畫面來看 這樣子你可能比較容易看得到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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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段落 這是文字 這是圖片 這是圖片 所以呢我們從側面來看 它寫的是戶卡 它是卡住的 好是卡住的 好 那接著當我今天 將這個圖片做了浮動之後呢 它就會浮起來 從側面來看 正面來看都一樣嘛 對不對 好從側面來看的話呢 好從側面來看的話 它就浮起來了 好看一下側面好了 側面現在是戶卡 浮起來 浮起來之後怎麼樣呢 浮起來之後 我的這個P沒有東西擋住 它就往上跑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張圖片 跟我的段落呢 就重疊了 但是因為這個圖片呢 基本上它只有浮起來一層而已 所以它會把我的文字往下推擠 所以你可以看到文字被往下推擠了 那此外呢 因為我浮動只能設定浮動靠左或靠右 所以當我今天設定浮動的時候 它浮起來以外 它還可以靠左 靠左之後呢 文字會圍繞在這個圖片的周圍 好這個其實就是非常簡單浮動的原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個比較抽象了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在 學習網頁排版的時候 只要遇到浮動後 就開始 有種快要靈魂登出的感覺 好 但這個地方只要你能夠通過 其實我相信你們會比較輕鬆 那我們直接進入到 來繼續 回到我們的示範畫面裡面來看 所以我們既然要去製作這個畫面的話呢 來我把 今天我來把這個Style寫在head裡面 然後告訴他說 這個圖片 圖片 但是我不是每張圖片都要做浮動 所以我會建議你把圖片加上一個分類 加上一個分類 加上一個分類 好 我把這圖片加上class 叫做 嗯 嗯 好 我要做float 的ing ok 就是要浮動的一個 浮動的一個圖片 這其實就非常非常明顯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加上一個 浮動的ing 告訴他我要做float 好 那接著請你注意看 當我存檔之後 我的畫面上就會產生出一些變化 存檔 嘿 有紋繞圖啦 OK 好 這就是我一般常見的紋繞圖 那此外我可以設定給他做float 就是浮動靠右 但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沒有所謂的flow center 就是沒有浮動在中間這件事情 所以我可以浮動靠左 可以浮動靠右 這非常簡單 新手最常見的就是像這個東西 那麼 浮動來講的話 你可以利用這樣的原理來去達成 所以不管說你的圖片是在p的外面 還是在p的裡面 其實都可以達成這個目的 我把它放到p的裡面來看一下 OK 還是可以 對不對 反正原理是一樣的啦 就是它其實就是浮起來了嘛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還去處理一個部分 先做浮動靠 我做好了 然後接著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希望我的圖片跟文字有點距離的話 我可以針對這張圖片加上一點點的margin 那margin來講的話我們就有一個設定啦 其實我們其實在昨天已經有提過margin這東西了 就是區塊的尺寸 那我希望這張圖片跟周圍的文字有距離 所以我們會使用margin 比較少去使用p 那margin它有幾個寫法 如果說我今天寫了一個值的話 代表上下左右都是同樣的一個數值 只有寫大一點20像素好了 好 距離就變得很大 那如果說我今天寫兩個數值的話 代表上下是一樣的 左右是一樣的 好 舉例來講 我寫了一個兩個數值 0像素跟20像素 表示第一個值是代表上跟下 第二個值代表是左跟右 所以你會發現 上下沒有空間 左右有空間 對不對 那如果寫三個值的話 代表 上 左右 跟下 OK 所以第三個我給它加個50好了 這個超大的 這樣很明顯 OK 好 那寫四個值的話 代表是上 右下 左 有順序性的 上 右下 那我現在基本上 我想要的是上 右下 然後左不要 好 左不要 所以呢 上 右下 然後 左不要 好 左不要 欸 上不要 上不要 左也不要 OK 那這樣的話 我的畫面就建構出來了 欸 這有點大耶 10像素好了 欸 更好幻塘的情況之下 看起來不算好看 好 這樣我畫面就建構出來了 好 這是一個文繞圖的設定 那此外我們在做排版的時候 剛剛有提到嘛 Float 我會用在文繞圖 那也會用在 嗯... 所謂的排版的部分 那排版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經常會用到它 那 先來看看 怎麼去排版 好 其實我們在昨天也有demo過了 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開個新檔 好 然後 好 去設定一下 不用開 來 從這邊來開 好 開 這個存檔就好了 這不要理它了 存檔 然後 右鍵 開新檔 這是 11.htm 好 OK 好 那麼這邊呢 我先建構出來 有一個畫面 然後接著我希望說 有一個三藍的版面 有一個三藍的版面 那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我會先建構一個區塊 把這三個藍包裹在一起 方便我去做 至中對齊啦 或靠左或靠右都可以 所以 我會有一個 class名稱叫做web web其實在 算是全球通用的一個class名稱啦 那我們也可能會用另外一個class名稱 叫做container 這也是很常見的 然後接著我在裡面去下 我要三個藍 所以三個藍來講 我可能會寫說column 就不會寫全名了 column C-L-U-N-N 但是有時候 我們基本上不會寫全名 就會直接偷藍 寫column OK 那我乘以三個 我就三個藍了 好 那這是我們一般常見的寫法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從整 第11個 目前畫面上沒有任何的東西 沒有任何的東西 我先把畫面縮小一點好了 像這樣子 接著呢 我可能會建構 來 那我們昨天有demo過嘛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csreset的東西 就是信號 加上margin0 跟padding0 這個先請各位照做就好了 那我們在信號的後面 才去見證我們要的內容 至於信號是做什麼用的 這個reset的部分 我們後面再來稍微做解釋 尤其它非常非常重要 你在做排版的時候 經常會用到 好 那我們就把container 來做一點處理 好 container 那為了我們 比較正常的一個 一個結構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把container寬度設定成960 或者是1200 好 這個尺寸來講的話 各位可以稍微上網去查一下 960 它其實叫做960 grid 好 那1200來講的話 各位想知道原因的話 其實歡迎到底下留言 我們來討論都可以 就是礙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盡快把它講完 好 讓各位不要一次收到 太多太多的資訊 好 好了以後呢 我可能設定一下 我的這個高度 高度 高度 高度不用設定好了 我加個背景色彩好了 背光color 好 我設定一個淺淺的 橙色 橙色 那你可以看到有一個色彩 目前沒有吧 對不對 沒關係 目前沒有色彩 然後 我們在column這個地方 注意了 慢慢慢慢要進入到重點了 來 column這個地方我設定一下 寬度是300 OK 好 高度先簡單設定一下 那高度設定的話 你可能寫實會有一些缺點 好 那沒關係 我們先做一下就好了 高度是200 然後設定一個背景色彩 嗯 淺灰色就好了 好 來看一下我目前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看不太懂 來 放大 放大一點 看一下 好目前的畫面的情況是怎麼說 我們目前畫面的情況就是 這個有點 橙色 淺橙色 或粉橙色 這一個色彩其實就是我們的container的區域 那我希望我能夠讓它置中 所以我會設定一個margin-auto margin-auto margin-auto 好 auto 那auto來講的話 昨天有解釋了一下 就是說 它會把你剩下的空間 剩下的空間就是這個空間 把它分配給 什麼 分配給你設定auto的區域 所以這個margin-auto 其實代表說 margin-left 就是左邊auto 然後margin-right auto margin-top-auto 跟margin-button-auto 但是上下不會有作用 我先講一下只有左右有作用 所以這樣子它就變成了 自中 ok 就是 我left也要auto right也要auto 所以它會把剩下的空間 切一半 拆兩份 left一份 right一份 ok 那就剛剛好自中了 好 再來 column這個地方呢 我們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像這樣寬高都有了對不對 那我設定一個背景顏色之後 我希望它能夠做橫排 所以設定一個flow-left 接著 注意看畫面的變化 對 它橫排了 但是 奇怪 我的container的背景色彩怎麼不見了 我再改一下 改成200 對啊 200三個加起來只有600啊 可是container是960 所以這樣不正常啊 為什麼它不見了呢 我把container加一點點的pading試看看好不好 pading加個實像素好了 我們有看到container了 container確實存在 而且寬度的確是960 但是為什麼container會不見 好 這個東西就是浮動的一個特性 浮動的一個特性 簡單的來說 當你把子物件 也就是column 子物件設定成浮動之後 附成就會抓不到浮動子物件的高度 也就是說我今天假如說這個東西 是我的 我們換個原來正常的好了 這個東西 好 道具再來 這個 這個東西呢 是我們的 呃 container container 那我今天container裡面原本包了東西 所以我裡面的東西是將這個container撐開來的 撐開來的 所以原本container的高度是由內容所撐高的 但當我的內容設定成浮動之後 剛才我們有解釋過 當你設定成浮動之後呢 他就從裡面呢 浮起來了 浮起來 浮起來之後 哎呀 老爸就不知道兒子去哪兒啦 所以呢 這個時候 我就沒有辦法 沒有附成沒有辦法 去抓到子層的高度 因為子層浮起來了 他就撐不開了 所以附成的高度就 欸 縮回去了 他就當作 欸 沒你這兒子啊 天啊 感覺有點人倫家庭悲劇的感覺 好啦 兒子判定性很高 好 所以 了解了這個過程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啊 那這樣子怎麼辦呢 總要有解決方案嘛 沒關係 我們後面會提到 這個解決方案 一般來講 我們講Float的時候 會搭配一個CLEAR CLEAR來使用 CLEAR就是 CLEAR CLEAR 但是我目前不會去用到它 所以也不會寫在這邊 寫在這邊也是錯誤的 先不要管 好 這樣就做好了 那至於這樣做好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把我畫面先設定完了 好 把這個寬度變成是300 然後加上一些些的margin 把它設定成10像素 然後這個配定我不要了 好 這樣目前看起來 這樣我的三藍的版面是做完了嘛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 當我做了float之後 每個東西做了float 它就會排排站 每個東西做了float就會排排站 那float這個特性也是我們 因為它有這樣的特性 所以導致我們經常在排版的時候 會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那由於時間有限 我們又把很多的原理 好 demo給各位看 好 所以 嗯 這個你可能要稍微 花點時間去google一下 去了解一下 不然的話就是歡迎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們一起來討論 好 這是比較傳統的方式 OK 正常的情況下 按照正常的課程來講的話 這個時間我可能會花的時間 半小時到一小時都有可能 好 重點在於那個原理跟觀念的講解 好 我們盡量加速時間 繼續 好 當你了解這樣之後 我的版面已經排好了 排好了之後呢 為了避免說 啊 副層抓不到紙層的 這個高度的問題 所以我會在我的 副層 好 添加一個東西 好 叫做 副層的最尾巴啦 好 加上一個 這個 這個是 我們叫Clear 好 Clear Block 好 我為什麼用這個class名稱 其實這個class名稱 它不是我們常見的class名稱 我們常見的class名稱叫做 ClearFix 這是常見的 好 但是 呃 目前為了讓 你們可以理解 就是了解說 這個class名稱其實就是 某一個目的而已 你如果要寫個比較 比較 更隨便一點 要圈圈叉叉也隨便你 OK 只是個demo而已 好 所以我們先用 就隨便吧 用圈圈叉叉的理解就好了 所以我今天可以在 圈圈叉叉這個class這邊 我去設定說 我要去做Clear 然後設定為Boss 好 Clear可以設定 ClearLeft跟ClearRight 這個後面再來 有機會再來了解 但是 以目前來講的話 加上一個ClearBoss 就可以 副層抓到高度了 副層抓到高度了 這其實是有它非常 明確的一個原理存在 原理其實就是 我的副層其實是被 圈圈叉叉 所拉開來的 而不是被內容的 Float物件 所撐開的 那麼Clear的作用是甚麼 Clear的作用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閃開 閃開浮動物件 它會跑到所有浮動物件的後方去 這個東西呢 它是在浮動物件的後方吧 就是這三個column 都是做浮動 圈圈叉叉 又在浮動物件後方 那這個時候呢 圈圈叉叉叉 會怎麼樣 它就直接避開浮動物件 跑到浮動物件的最下方 簡單來講 做個demo給各位看 high100% 然後給它100% 然後給它設定一下 Sorry 高度高度 高度實像素就好 寬度100% 然後設定一個背景色彩 我用一個紅色 來讓各位了解 你馬上可以看到紅色這個區塊 其實就是我們Clear的這個區塊 就是圈圈叉叉叉這個區塊 好 它會跑到所有浮動物件的後方 也就是它不會跟浮動物件重疊在一起 OK 利用這個原理 去把我的版面撐開來 好 這是我們在做版面排版當中的起手式 那也是我們一般在學習網頁的時候 最辛苦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今天內容 基本上先講到這裡 事實上 還蠻多小細節要講的 事實上在我們正式的課程裡面 有很多很多要理解 但是作為一個 鯨魚的學習來講的話 我覺得大家這個地方先了解就好了 有些東西也許你可能要強記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講得非常細 但是至少你可以了解說 原來大家排版是這樣子去處理的 OK 我們後面會交到比較新的排法 但這個已經是後話了 所以今天先講到這邊 讓大家至少可以排出這樣的版面 那我如果沒有將我的 好 聽清楚了 我如果沒有將我的版面 就是column的高度設定好的話 我的畫面看起來應該會像這樣 看起來像壞掉了 沒關係 但是一般來講 我們經常拍的版面像什麼呢 來 來張圖片好了 有了一張圖片之後呢 我可以在這個column這個地方 我來建構一下 貼上我的圖片 然後放上我要的標題 接著補上我要的內文 Loren來個30字好了 我的版面就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版面的設計 那此外 此外 對於這個版面還是有一定小瑕疵什麼呢 這個圖片沒有滿版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能會去建構說 在我的欄寬裡面的圖片 我去設定寬度為100% 好 那這樣我的版面就做好啦 好 這是我們一般常見的版面啦 那如果你希望圖片跟文字跟邊緣有點距離的話 那也是一樣啊 我這邊設定一下pading就好了 pading10像素 那寬度記得要扣回來 所以280 好 一個版面很快速就做完了 這樣就可以達成我要的目的了 那此外 假如你要去做一個兩欄的版面也可以啊 各位可以嘗試看看兩欄版面 試看看 自己做看看 那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自己去google一下 float跟clear 到底這兩者的關係是什麼 這是比較老派的說法 我特別說明一下 我們還是有新的寫法 新的寫法可能會更簡單 更聰明 更方便 OK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的內容講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 加按小鈴鐺 還有 如果你覺得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分享給你其他身邊的人 如果他對於網頁有興趣的話 OK 鯨魚的教學 我們希望可以有更多人看到 更多人受惠 那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好 最近有收到一些訊息 就是他們看了之後他們覺得 很有感覺 覺得比較簡單一點 好 那這也是我希望去做這個系列的原因 OK 所以老話一句 如果你喜歡 你可以分享給其他的周邊的人 那如果你願意請我喝杯咖啡 請我喝杯咖啡 那也歡迎你 donate我啦 OK 底下有很多donate的方式 那選擇任一個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鯨魚的 鯨魚都能懂的 我自己要看一下小鈔 鯨魚都能懂的 網頁設計入門 今天就到這邊 OK 感謝大家 掰掰